广州警方最近通报说这段时间广州市频频出现比特币诈骗的案件 市民应当警惕 据广州警方通报 广州在近十多天时间内接连发生5起以出售比特币为名的诈骗案 5名市主总共被骗去3.5万元 比特币近期在全球遭到热钱爆炒 一个比特币一度升至人民币7000多元 但由于央行日前约谈支付公司叫停比特币的支付清算业务 导致比特币近期价格跌至2000元上下 有经济专家认为比特币无实体发行机构 它的价格只靠买卖方的信用来确定 炒比特币可谓是一个博杀的游戏 你所信任的一个人写一张纸给你 那张纸就说那张纸是值1000元才算 你几时几后一年之后就可以拿出这张纸 就可以向我或者我的指定的人就可以拿回1000元 那个相当也比较白了 律师提醒市民 由于炒作比特币风险极大 市民参与投资时要千万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